部队迷失方向,一位将军看到猪在吃草立马下令撤退,这一举动拯救了全队性命。 在古代,尤其是战乱的年代,武将要比文将受重用得多,三国时期,有这样一位将军,当时他的部队不小心迷了路,他看到一只猪在农夫家里吃草,连忙下令撤退,最后死里逃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 在中国古代打仗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点,然而纵观历史很多人打仗的时候,其实只注重了地利和人和,而往往忽视了天时。 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直接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 其实,所谓的天时不是真的要做到能掐会算的地步,而是根据战场形势以及当地的气候进行提前布控,就拿当年三国时期的陆迅来说吧。 当年仪灵之战时,陆迅奉命率军抵抗刘备。 可是前期陆迅却是屡战屡败,一退再退,甚至要将整个荆州城拱手向让。 可是直到两个月之后,人民才见识到了陆迅的厉害。 原来,他充分利用了蜀汉军队适应不了南方的气候这一点,让蜀汉大军孤军深入。 而南方的仗气和酷暑敌,却让蜀汉军队较苦不迭。 最后刘备出了个昏招干脆让大军撤到深山密林之中安营扎战,直接让陆续扭转了战局。 而一些道衡比较高深的将领,也的确可以从大自然的一些警惕之中寻找到天使从而改变部队的名义。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透过局部看整体,他们的智慧足以帮助他们成就大事。 但是,第一位是著名军事家孙武,他一提到孙武就家喻户晓,他写了著名的《孙子兵法》,除了是著名的《孙子兵法》,他还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 孙武从小就通晓兵法,长大后精通兵法和谋略。 所以周游列国,想帮助明军建功立业,孙武最终选择留在吴国帮助吴王和律建立霸权。 因为他看到了和律对人才的渴望,的确,无凭借自己的才能打败了当时最强大的楚国。 但是,吴国攻下楚国后,孙武看到吴子虚鞭打楚平王,他开始看到吴王最终容不下吴子虚,吴国灭亡,于是选择了退隐,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想的太多了。 但这是真的,吴子虚这样一个勇猛的臣子,会暴打死去的人,必然会用生命反驳君王的错误,这必然会激起太子的怨恨。 但是,吴国的圣贤并不多。 吴子虚死后,吴国必然灭亡,正强。 吴子虚最终被吴王夫拆刺剑,吴子虚死后不久就死了。 然而,孙武以其世俗的眼光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受到世人的称赞,他兵胜的名声也不是虚名。 二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战神,白起奉秦王之命攻打楚国。 但他始终没有想到一个一举击败楚国的好办法,直到他看到一个农民能把水从下部引到上部,然后有源源不断的水灌盖庄稼。 田雷受此启发,他命人榨山,阻断河水的流动,使下半身流淌的河水从高处流下,直接淹没了楚国的都城,几乎使楚国灭亡。 这种有别于常人的军事能力,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也是著名的见而知之的典型。 如果说上述两人是从宏观角度看整体发展,那么下面这位将军则是从微观角度扭转战局,他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将军魏严。 其实不管是在政治博弈,还是人际交往,成年人的世界里,高手间的过招,往往都是谋略和楚氏哲学的较量,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激烈交锋,骨子里是硬碰硬,手段上却又圆滑无比,充满技巧。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风云人生成功之道》,《全武册》和《中华国学经典精粹》,《孙子兵法》,不管你是在政坛,还是在商界或职场打拼,这些来自先辈的智慧与谋略都对你都会有极大的启发。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在三国演义,之中,为了衬托诸葛亮的神经妙算,将魏严描绘成了一个反骨仔。 可是事实上历史上的魏严并非如此,魏严是个打仗的奇才,但是本身并没有立过太大的军功,这完全要怪诸葛亮,在前期的时候,魏严还是很受朝廷重视的。 因为他有勇有谋,打胜过很多长战役,在那个时候,魏严的名声可以说跟韩信有的一拼,之后魏严跟了诸葛亮,那个时候魏严就想要讨伐韩信了,但是诸葛亮就是不让。 而魏严这边又拿不出值得说出口的方案,多已生生地错过了多次北伐的机会,可以说魏严是被诸葛亮给拖累了。 魏严天生就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在建安16年就跟随刘备进入蜀地作战,替刘备抵抗北方的张鲁。 后来刘备和刘章决裂,黄忠和魏严率军协助刘备,屡立战功,被升迁为衙门将军。 建安24年,刘备称汉中王并定都于成都,封魏严为汉中太守,镇远将军。 朝廷中的大臣纷纷反对,刘备却坚持认为魏严可用,魏严也表示愿意终生效忠蜀汉。 魏严曾经细事淡淡地对刘备说,如果曹魏胆敢举兵来犯,臣必然拼死为蜀汉阻挡外敌。 刘备和仲将军都被他的言辞感动,刘备建国后封他为镇北将军,刘善登基后又封他为都庭侯,可以说是做到了一个武将的最高荣誉。 刘备去世时蜀国的五虎上将已经离世了好几个。 因此魏严作为蜀国的重要军事将领,又被诸葛亮封为丞相司马,跟随在诸葛亮身边参与北伐事宜。 蜀汉践兴八年,曹魏举兵进入蜀国汉中地区,因为大雨撤退,途中恰好遇到了魏严的部队,魏严率领军队一路追赶,大败魏国将军费瑶和郭怀,被封为征锡大将军和南政侯。 魏严在数次的作战过程中都屡见其功,成为蜀汉政权的中流砥柱,他还是一个明察秋毫的人,相传一次魏严带领部队外出执行任务,可是蜀地的陆山川众多,一不小心可能就在这十万大山之中迷路了。 很不巧的是魏严也遇到了,当然,在山里最头疼的地方不是迷路,而是随时会面临的山洪爆发,一旦爆发那么整个部队就会全军覆没,看着四周无路,魏严也是焦急,于是就率领几个士兵就想找当地的农户问问情况以尽快回到驻地,可就在这无意之间他突然发现农户家的猪在吃草,却又不像在吃草。 对于这种情况,魏严感觉很奇怪,很快他就探知到了其中的奥秘,立马返回部队命令全军后撤。 很多士兵对于将军这个命令摸不着头脑,可是军令如山,他们也只能照做。 很快他们就发现将军这个命令是多么的明智,原来此时天降暴雨,暴雨直接导致迷失流的爆发,很快就将小山村淹没在了暴雨之中,而当时那只猪并非要吃草,而是努力想要寻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 因为动物的敏感度比人要好,他们甚至可能会提前感知到灾难的来临,也正是因为他对于天使以及战机的敏感度也让大军侥幸逃过一劫。 由此魏严也成为了蜀汉智勇双全的名将,甚至很多人认为如果让他去取代关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士兵们这才反应过来,要不是魏严有先见之明让他们逃跑,恐怕他们此时已经被泥石流掩埋,不由得对于魏严肃然起敬, 魏严之所以看到猪吃草就知道灾难会发生,是因为他知道猪的鼻子和嘴巴周围的毛发都很少,对天气的变化非常敏感, 当他们知道天气不对劲时,就会把嘴和鼻子伸进草中预寒,这就是所谓的猪咸草现象。 魏严正是因为见过这种现象,才知道会有天灾降临,及时让部队撤退,否则他们将会全军覆没, 可见士兵们不仅需要一个能带领他们冲锋陷阵的将军,也需要一个能带他们死里逃生的将军。 魏严足智多谋,无论在大事小情上都能见威之助,但是他为人过于高傲,这也导致了他最终悲惨的结局。 他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就提出魏国在长安的首将夏侯茂懦弱若无纲,必然不敢对付前来攻打的蜀军。 他向诸葛亮请求给他五千兵马由子五谷直取长安,活捉下猴帽,这样蜀汉就可以直接收复中原了。 但是诸葛亮认为这是诡计,对子五谷其谋并未采纳,魏严因此闷闷不乐,加上他本来就性情孤傲,经常就这件事和群臣争吵,甚至到了拔刀相向的地步。 后来诸葛亮去世,魏严在诸葛亮灵前与众大臣争执起来,被气急败坏的杨一斩首,并诛灭其三族。 这样一个有勇有谋的将军最终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他一生都战功卓著并且明察秋毫,却偏偏因为自己的孤傲高冷而丢掉了性命,他的死也让蜀汉失去了一位良将,实在是可悲可叹。 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征战不断,正是因为战乱的原因,在乱世中才涌现出很多英勇善战的大将军。 行军打仗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不仅要有谋略还要有敏锐细致的洞察力,他们不仅可以纵观全局,还能通过细致的观察把握大局。 其实,细致的观察力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成功不不可少的一部分。 汉代甲一曾说,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在未开战之前,将军就应该将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在内,完善的制定作战计划,将每一个意外情况考虑在内,最大程度的保证战争的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